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 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 无意侵犯任何主权国家的领土和领空 关于这个气球的问题 刚刚我已经讲了 我们正在了解何时情况 希望双方能够共同冷静谨慎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